据央视新闻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于2023年5月23日 收到江苏省化工行业协会 代表中国饼酸产业正式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申请 申请人请求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饼酸 进行反倾销调查 商务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 有关规定 对申请人的资格申请调查产品的有关情况 中国同类产品的有关情况 申请调查产品对中国产业的影响 申请调查国家的有关情况等进行了审查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和商务部的初步审查 申请人秉酸产量在2019年2020年 2021年2022年和2023年1至3月 赞同其中国同类产品总产量的50%以上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 第11条第13条 有关中国产业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的规定 同时申请书中包含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 第14条第15条规定的 反倾销调查立案所要求的内容及有关证据 根据上述审查结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 第16条的规定 商务部决定自2023年7月21日起 对原产与美国的进口饼酸 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替哑等大同在 明镇对于 brave民族 开心华人民共和国假设销可